喵 喵 刀子 刀子啊 怎么了 我们家一会儿又要来一只小猫了 刚才孩子打电话 说在学校门口 捡到了一只小流浪猫 说又瘦又可怜的 要抱回来 我真是 我这个真是没法拒绝 天这么冷了你说咋办 我把这笼子取出来了 等会儿给他做一个 这是打这个小盒子做一个 那个穿猫纱的 先给他做个窝回来赶紧给他洗个澡 那只两个全来了 真是措手不及啊 看到我子黏的 刀子啊 来 在门口来一起迎接一下小猫猫 应该是回来了 拿回来了吗 嗯 哎呦我天哪看 叫我看叫我看 你别动 就像小胡子 好小啊 喵喵 呦他这有点大 有点大比那个小花花大一点 那快点吧 哎呀真乖 赶紧洗澡 叫我看看他 哎呦 他的眼睛这么红发炎了 嗯 这么小猫都有两个月了 这么乖啊 喵喵 看看你 哎呦你好脏啊 看耳朵里 咦好脏好脏 他在你们学校门口啊 喵喵 是我在那个学校门口 那个树洞里建的 树洞里面 嗯 然后他一直对着我喵喵叫 然后 然后我一摸他 全是给我骨头 他也不咬我 就一直对着我叫 就像这样洗澡 咱们吃饭反啊 看他这跳 看他这跳走 喵喵 好了好了 好多跳走 咦 这也有 到处跑 得好好给他找一找 家里宠物太多了 他身上有跳走的话 别的猫身要有了 我就有事干了 我得好好给他弄一下 好好好 小早了 小不点可瘦了 都是皮包骨 你让开 看这耳朵里面 看这耳朵里面脏的 给他亲亲亲耳朵 给他吹风了 你看他身上瘦的 除了毛就是骨头 但是他比小花花来的时候 会大一点 特别特别乖 我还怕他咬我 还怕他挠我 还行 一点都不挠人 一点都也不咬人 可以给你吹吹风啊 那小猫猫吹风可乖了 可以把头伸到一届里面 特别乖 现在天气冷了 这只小流浪猫太可怜了 啊 洗好澡了 他们洗洗澡多漂亮呀 是不是啊 嘿嘿 眼药水也滴了 眼睛有点红发炎了 然后耳朵 耳朵也洗得特别 也洗干净了 刚才洗洗澡 他身上不是彻底干 得抱一会儿 抱一会儿啊 还挺好看呢 你是小猴子的弟弟吗 赶紧去喝奶吃肉啊 走 饿坏了 小猫猫要疯狂了 我这都都 我都要慌 慌死了 鸡这个还弄吃的 他闻到了 他就不行了 他在这叫声 好了好了 快快快出来吃吧 吃哪个先 哎呀 他挺大了 他可以吃猫粮了 我给他稍微放了一点猫粮 哎呀 都没有嚼 直接就咽进去了 慢慢吃都是你的 所以说这流浪猫太可怜了 现在天越来越冷了 慢慢吃啊 哎呀 别咽住了 感觉他都要 他都把自己咽住了 喝点奶快 小宝贝太可怜了 看看瘦的 看这一会儿 都吃这么多了 真是又冷又饿呀 孩子说 在学校门口的时候 看他一直在发抖 像一只小兔子一样 这样看 好了先别吃了 先别吃了 我怕他撑着 喝点奶 对 喝点奶 哎呀 撑住了撑住了 这是狼头虎咽啊 慢慢慢慢 也撑住了 这是多少天都没有吃饭了 宝贝啊 慢慢喝 慢慢喝啊 快喝 先给他放在小笼子里面吧 这两天给他去下虫 哎呀 还垫着这肉呢 那给你再吃点吧 它也挺大了 比花花来的时候长 它应该是有两个多月那样子 但是就是特别瘦 这浑身的跳蚤呀 就要用硫磺灶洗了好多遍 然后一点一点给它找 跟孩子找了一个多小时 再挑干净 吃完算了 让它吃宝宝的吧 要不太可怜了 好了好了 猫粮就别吃了 吃太多一下不消化 好了好了不吃了 不吃了不吃了不吃了 喝点奶喝点奶 哎呦吃打嗝了 好了好了 进这里面熟悉熟悉猫沙 熟悉熟悉猫沙啊 这感觉一憂未尽 好了先不吃了啊 洗洗脸吧 洗洗脸 上上猫沙 都没有吃饭这两天 都没有不能上次不上次数了 是吧 我去拿毯子啊 我去拿小毯子 给它包起来 再暖和暖和